时间即将踏入2019年,在外界看来,中美关系缓和的可能性,似乎并不太大。 90天内达成协议的压力,在2019年头两个月里,应该会比现在更大。 谁知道,美国方面会不会又提出新的要求。 过去一段时间,美国人极限施压战术就是这样,一点一点太高加码。 然而,2019年中美的冲突点,并不仅仅是吹肯尔。 九大冲突 当地时间12月19日,美国官方发出一条重要消息,将从叙利亚撤军。 2000名官兵将在今后两到三个月内,全部撤离曾经战斗过超过四年的土地。 几天前美国方面在警告土耳其,不要在叙利亚北部启动军事行动,如今就宣布从叙利亚撤军,这多少有点令人惊讶。 但是,撤军的决定意味着美国已经将叙利亚的冲突风险和利益考量,放在第二档次,而非最优先考虑的问题。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日前发布了2019年,预防优先事项报告,这个报告其实核心内容就是罗列美国最担忧的冲突风险点。 从这里,你就可以明白,美国为什么会在这时候选择从叙利亚撤军。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编制的预防优先事项报告,已经连续发布了11年了,该中心要求外交政策专家,根据明年可能发生或已有冲突升级的可能性,及其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潜在影响,对三时期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冲突进行排名。 今年的报告指出了美国在2019年内,必须重点预防的九大冲突。 冲突风险排在第一位的是网络攻击。 报告认为,高度破坏性的网络攻击,可能会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网络带来威胁。 排在第二位的是朝核问题。 报告认为,区核谈判如果破裂,可能引发朝鲜大导局势再度紧张。 排在第三位的,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。 报告认为,伊朗可能因参与地区冲突和支持激进代理组织,而与美国或其盟友发生武装对抗。 排在第四位的是南海问题。 报告认为,中国与某南海生锁国发生摩擦,美国卷入,与中国发生冲突。 排在第五位的是恐怖袭击。 报告认为,外国或美国本土恐怖分子,对美国或美国的盟国进行恐怖袭击,从而造成大规模伤亡。 排在第六到第九位的分别是,叙利亚境内的冲突,委内瑞拉的紧张局势,野门持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,以及阿富汗局势引发冲突。 报告认为,这后四种冲突风险的可能性也非常高,但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属中等。 尽管,不少人越来越担心中美贸易争端逐步恶化,以及中美之间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对抗和潜在冲突,但这份报告认为,中美两国之间,只有一个紧急情况,被视为2019年风险最高冲突点,那就是在南海爆发武装对抗。 除此之外,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这份报告,还首次将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危机,纳入调查范围,尽管它被列为第二等的担忧。 着眼于2019年冲突风险的这份报告,还首次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三种意外情况,进行了调查评估,委内瑞拉目前的局势和危机,是最令美国关切的问题。 报告认为,委内瑞拉目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正逐渐加剧,这可能会导致暴力内乱和难民外流增加。因此,报告将其列为第一类担忧。 击败美国 这份报告只是代表美国外交智库方面的观点,而在一些美国议员看来,未来对美国威胁最大的还是中俄。 不过,这多少有点为美国多增加军费找借口的意思。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,同时列世资深共和党参议员凯尔声称,美国需要大力支持军事发展,才能抗衡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军事挑战。 凯尔 凯尔是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,今年9月在亚利桑那州长杜西指派下,接替已故参议员麦凯恩的职位返回国会。 作为共和党的重量级资深政客,凯尔同时也是美国国会委任设立的,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成员。 凯尔表示,美国国防开支常年聚焦恐怖主义、朝鲜核危机等问题,但其实更应该集中在应对俄罗斯和中国带来的挑战。 因为,中国和俄罗斯知道,如何击败美国。 凯尔说,以中国为例,多年来,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技术收购。 他们从美国和其他国家收购了众多技术,然后加以研发。 与此同时,他们也了解美国军事战略,了解如何在潜在的冲突中击败美国。 因为,中国熟悉美国的战略,同时知道要如何部署军力来击败美国。 凯尔表示,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,已经可以做到在潜在军事冲突爆发时,率先摧毁美国的太空资产, 来破坏美国的眼目。 中国也具备能力阻挡美国,使美国在冲突时,无法轻易接近中国。 也就是说,如果美国要向中国发射任何弹药,或只能使用远程对空武器。 而中国所有的先进科技,先进计算机和超声速设备等全部的武器,都是现代战争中的隐患。 这些东西15年前根本不存在,中国也不具备条件拥有这些技术。 最近,国防战略委员会,针对全球对美国构成的军事威胁,公布了一份新的评估报告,凯尔也参与了这份报告的撰写。 这份,建议美国政府大力支持发展军力,形成威慑以降低于中国、俄罗斯爆发冲突的可能性。 美国在潜在与中俄的战争中面临失败的风险,这是多年来首次出现的评估情况。 凯尔多次强调,美国需要充分和稳定的军事预算,才能抗衡中俄所构成的挑战, 与此同时,维护与亚洲、欧洲盟友的合作关系,也对维持美国在军事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至关重要。 7000亿军费 不久前,美国总统特朗普,还在社交媒体上发言称,美国军费开支已经达到7000亿美元以上,这是一个高得令人择舌的开支,应该做出改变。 但后来美国政府官员透露说,特朗普将支持2019年军费预算建议,为五角大楼拨款7500亿美元。 从这短短几天内的变化可以看出,美国当前的政治现实让特朗普不得不冒着政府关门的风险,进一步提高军费开支。 如今,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,达到六年以来的新高。 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,曾要求政府各部门提交削减5%开支的建议。 但是,由于美国军方和国会议员中,不少人都宣称,削减军费开支,将危及美国的军事优势,特朗普对五角大楼的预算,可能会手下留情。 自特朗普上台后,美国的军费开支,已经突破了7000亿美元大关。 如果这次顺利通过,2019年,美国军费将达到7500亿美元。 原先预计美国2020年的军费预算,可能为7330亿美元。 从这一趋势来看,符合特朗普在竞选前和上任后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,即要重振美国军队。 据匿名的美国政府官员透露,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,最近与特朗普进行过有关军费预算的讨论,前者列举了不增加军费预算可能带来的风险。 显然,对于一个经常面临,因为财政赤字,而导致政府停摆的美国政府,巨额的军费,恐怕不是长久之计。 特朗普在今年10月提出要将2020年的军费预算,控制在7000亿美元以下,而国防部对2020年的计划,是按照7330亿美元的限额制定的。 可见,美国一些人却还想死扛着,他们拿出的借口,就是中俄威胁。 未来,对美国核武库升级,将是目前最昂贵的国防开支之一。 美国一些人士认为,如果按照现在的削减计划,美国的核武库升级将会受到影响。 与此同时,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共同主席埃尔德曼还说,空军和海军都面临压力,需要更新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,增加常规武器的力量。 从美国宣布将退出中导条约的决定看,美国一些新保守派政治精英,正在为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新浪潮开辟道路。 美国一些学者指出,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,正在推动核军备竞赛,将世界锁定在新的冷战时期,同时降低热和战争的门槛。 利用退出中导条约,可以发起更多的核武器装备建造计划。过去美国军事能力并不在乎这个,但是现在会有一些改变。 在进攻能力方面,两个突出的重点是,新型地面发射巡航导弹,GLCM和潘星II中程大导导弹的新型号。这两种正是以往根据中导条约所被禁止发展的武器。 然而,这项庞大的美国和武库现代化计划,也启动了一条资金流,会消耗大量的军费预算。 而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派及军工复合体,以及特朗普政府而言,则是各取所需。 前者希望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,而后者则希望实现更大的就业率和更多的就业岗位。 最终,美国每年7000亿美元以上的军费开支,能够坚持几年。 美国国库储备会不会进一步被掏空? 这些可能是更多美国人不得不关注的实际问题。 モノ是广权计健康的水平坏。 än版本不 över时事件楼下庚马亚方数行给你清然间楼等一退还ing钱。